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同样在谈这个病理 那么很多人问了 这个贪嗔之怎么会得病呢 当然会得病了 大家稍微用脑筋想一下 你讲一个很简单的 你贪嗔 贪嗔 很简单的道理 忠意过度 你会变成熊猫 眼睛黑黑的 眼睛黑黑的 你的胜功能会不好 你贪花 贪的太多了 他们讲以前 我看过一本书 什么都静不住的 你太贪的话 眼睛会流眼泪 鼻子也静不住 流鼻涕 哪里都会流出东西 你就静不住 到时候你身体哪里痛啊 腰痠啊 背痛啊 什么都来 你贪财 贪财会抓狂 会抓狂 太贪心了 这个 你心里也不平静 也会血压高 也会血压高 也会有毛病啊 另外呢 你贪眠 过于劳累 也会失眠 啊 重于太重于事业 太贪民 太贪力 太贪任何个东西 都会产生失眠的毛病 那么太贪吃 现在呢 太贪吃你知道的 那个胆固醇过高 你的胆固醇过高 你的这个血糖过高 心脏不好 心肌梗塞 中轰 也都一样会来的 这个本身来讲起来 贪啊 会引出很多的毛病 沉也是一样的 那么 止 就是无名 无知 不应该吃的东西 你都吃 这个就是一种毛病了 那么我们对治的方法 就是佛法里面的戒定慧 我们晓得戒定慧 就是止贪嗔之的 戒呢 就是要守五戒 行食善 那么定呢 就是要一心不乱 止住你的妄念 妄念要组织 那个妄想的念头啊 不要去妄想 一心不乱就是定 灰呢 就是对所有的道理 你看得非常的清楚 对所有的事理啊 对所有的事理啊 你观察的非常的清晰明白 你懂得用方法去对质 这个就是智慧 守五戒行食善 就不会去贪 那么你能够定 你就不会去逞 啊 你有智慧 你就不会去啊 智就不会无名 啊 不会无知 所以佛法的戒定慧啊 刚好是对质这个贪嗔之的 那么在佛法里面也讲啊 戒定慧 你要做的刚刚好也不简单 你守戒 守得太过佛了 就变成执着一戒 被戒守守 不是守戒 而是戒守 这个怎么讲呢 也就是你守戒守得太固执了 生活就变成刻板 太硬化了 啊 始古不化 不懂得变通 就变成被会被戒守的 所以守戒啊 他有本身来讲 也有所谓的开戒 开戒就是说 虽然有这一条戒 但是在某一个场合的时候啊 你可以稍微变通一下 叫做开戒 所以我们守戒的人啊 不能变成始古不化 固执不通 不知变通这样子的人 人家讲说这个 有一个笑话就是说 光着身子坐板凳 光着身子坐板凳 是什么意思啊 差一个成语就是一板一眼 就是 你这个人太始古不化了 一板一眼不知变通 虽然你守戒 但是守成这个样子也不好 啊 守成这个样子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守戒的人啊 虽然要守五戒行十善 但是千万不能一板一眼 要活泼应用 否则也会变成病了 守戒也会变成病了 叫做戒病 那你 好了 叫你定 啊 叫你定啊 你一定啊 定到了空境了 你认为说 哎呀一切皆空 就进入完空 那么进入完空以后 有可能产生的情形是怎么样 既然一切都空 我什么都不做 事业也不做 啊 什么事也不做 你也早也不喜了 啊 就变成嬉皮 变成到最后变成赖皮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禅病 这个禅定以后产生的病啊 就是禅病 做禅也会出毛病了 因为定入完空以后啊 突然你思想改变了 就变成懒了 懒散了 放逸了 所以如何是定的中观之道 做他的中道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禅定也会出毛病了 我们晓得这个叫做禅病 啊 入了禅病以后啊 也是很惨的 有时候坐禅啊 有时候也会产生鬼神病 因为你妄念了 你也走到旁门去了 有了其他的妄念的时候 有其他的执早 也会产生毛病 那么 刚才讲到会 知会 知会也会出毛病 这个病叫什么 叫做知狂 知狂 因为你观察 事理非常清楚以后啊 你觉得我是天下第一 没有人比得上我 当你得到很多知会的时候啊 你目空一切 世界上啊 只有我一个人 其他都不是人 其他都不是人 你就会产生 供高我慢 供高我慢 供高我慢出来了 变成狂病 狂 傲 我慢 通通通通通都出来了 天下第一高手 有谁能够胜得他 这个 他懂的这个 奎花宝典啊 西星大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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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他天下第一高手 每个人都争这个天下第一武林秘籍 那哪到的话就是天下第一高手 就供高我慢 这个懂得很多知会的人啊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会产生一种狂 这个也是病的一种 所以戒有病啊 禅定也有病啊 智慧本身啊 懂得太多了 也会产生一种狂傲的病 都是病 所以我们今天修行行者 要很注意的 佛法讲啊 佛法如弹琴 太紧了 会断 太松了 没有声音 所以 中道的精神 就是佛陀 最主要所讲的精神 好 今天讲到这里 オマネペミホム